在2018年即将上映的《复仇者联盟3》中 卷服将以奇异博士的角色出现 这可是让国内的广大珍爱粉们 一个个都望眼欲穿的期盼等候着 但谁能想到 由于卷服正在英国拍摄另一部电影 他根本没有时间飞到美国 进行《复仇者联盟3》的拍摄 于是制作团队邀请了 艾伦·拉扎尔 一名百老汇演员来做卷服的替身 替他完成电影中所有的戏份 当然除了脸 所有的脸部特写 迪士尼会在最后对卷服进行补拍 但这消息无疑 为外围的网友们带来了槽点 有的说 那不然直接把主演名字换成替身的咯 还有的直接留言 留下替身 眼美嫁低 想想也是 这快过年了 咱们春晚放个录音假唱 都要被喷到压力山大 卷服这除了脸外 都是用二重生的作弊行为 要让国内的众演员众歌手们 情何以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